就是要利用BMI 我們假設要自己做一個BMI的計算器 其實網路上已經有人做啦 只是說我們練習 因為很多東西雖然別人已經有做出來 但是不是你的 你可能以後 功能上你可以另外再調整 反正 雖然做同樣的BMI 可是我的就是跟你不一樣 反正只要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有時候 像那個論文也是一樣 你不能說全部都照抄 應該要寫過論都知道吧 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話把它講出來 即便你的話跟它是一樣的 但是你就是要講的跟它不一樣 這樣就比較沒有抄寫的問題 如果說一字都不漏的話 那真的就太誇張了 應該大家都知道意思啦 所以程式也是一樣 即便我的要寫的跟你是一樣的 可是我的習慣是 我就是一定會全部改寫 改寫成我習慣的寫法 因為真的每個人寫的方法都不一樣喔 OK所以你要慢慢習慣喔 你一定要自己找出一個 你的習慣寫法 然後以後都照這種寫法寫 其實越寫會越順 而且比較沒有bug 像我自己有一套 我自己的寫法 所以你會發現 我其實有時候怎麼寫 都好像怎麼都比較容易對 即便寫錯了也沒關係 馬上改一下就OK了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邏輯上就是這裡 其實我用什麼BMI 那裡面的話就是怎麼樣 它一定有一個 什麼 km平方 這是一個平方 不過它寫在這裡 怪怪的 應該在上面一點 那什麼時候叫過胖 就是它的BMI 如果是 什麼呢 小 如果是小於 他寫的有點 不太清楚 而且 男女什麼腰圍 反正大概是這個Range 我是參考這個嗎 還是參考上面 上面這個 也許我就參考一個 一個那個 它的一個 一個值 或者這個 假如說 我們根據 這邊有了 就是 假設是 BMI值應該是 18.5 到20之間是正常 如果超24以上的話 那當然就 異常 那異常裡面的話 當然還有分成 輕度的肥胖 跟中度的 還有重度肥胖 OK BMI如果是大於 等於35的話 那如果說我假設 我今天有這個邏輯 那我希望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要怎麼寫 首先的話 第一個當然 我們就是 升高 這是什麼 升高的平方 除以體重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第一個 請它輸入什麼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請它輸入那個體重 那一樣 我們用 input的方式 請它輸入 可是呢 如果 這個地方 假如說它的體重 會有 小數點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多一個轉型的方式 就是用floater 不要用int 如果用int的話 假設它輸入的是 它對體重很care 可能它 明明它是 70公斤 它就輸入69.9 OK 就差 0.1公斤也care的話 那用int就 刺捨無錄 6就9了 可是如果用floater 還是69.9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加一個floater 第二個的話 請它輸入身高 那身高的話 當然是輸入完畢 一樣 保留是有小數點 但是我剛剛講過要除以100 因為我們用公尺 用米 所以呢 有體重 有身高 再來我要計算什麼 計算它的bmi 那bmi的話 我就是什麼 一樣呢 把那個 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特別之外 平方就乘乘 2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就算出一個bmi 那我根據bmi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根據網路上 給我的訊息 如果呢 它是什麼呢 小於18.5的話 那表示它是什麼 過輕 所以呢 我就做邏輯判斷 如果 bmi 它是小於18.5的話 那就輸出過輕 然後反之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標準 那過重的話呢 又分成什麼呢 輕度的 這個是應該是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應該是輕度的 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 根據網路上的 說法 27 跟這個 這個是 應該是 原來就對了 不過它這個邏輯有點怪怪 過重 跟輕度過重 好像反而會認知上應該 輕度過重 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 可能過重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稍微過重 我覺得比較剛剛好 那個文詞 這是字詞的表示 因為這邊可以改一下 叫稍微 就是你 胖一點點 白話意思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輕度 中度 剩下來的話 那就是 重度肥胖 所以這邊的話輸出 但是呢 你會發現我如果直接輸出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最後的話 假設 75公斤 然後身高的話呢 是180好了 OK Enter 標準 但是呢 會有個缺點 就是 它直接輸出頻語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的不只頻語 可能是什麼呢 最好前面再加一個 BMI 冒號多少 然後呢 告訴我 評語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當然 我就需要 在printer這邊 可能就是 做一個 做一個 變化吧 也許我在前面 怎麼樣 先 BMI 比如也許這邊啦 不過如果我要串接一個 BMI的話 那也許我就 BMI 這邊的話 就前面叫 BMI 尾 也許這邊的話呢 就串一個 BMI尾 然後 或者叫 BMI冒號 然後呢 串一個 什麼呢 中間一個 BMI 就把BMI 放在中間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 因為呢 BMI 是一個 Float 自串 Float 自串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加一個 String 把它先轉成什麼 轉成 一個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先轉成 自串之後 才能夠串接 所以呢我直接把這些 Ctrl C 直接貼到其他的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 總共有幾個標準 分別是過輕 然後標準 在胖的話會有 四種肥胖的標準 那如果做完之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如果同樣的方式 再執行一下 假如說是體重 身高 Enter 這就出現了 BMI為多少 不過 會有第二個問題 產生出來 你想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怎麼樣 這個BMI呢 它的值 現在是Float 沒錯 可是呢 我只希望它 到小數點第二位就好了啦 你不要給我這麼多東西的話 要怎麼辦 所以延伸出來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我如果希望 這個地方呢 幫我 適合我 錄到小數點第二位 在 Excel 裡面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用RUN的函數 應該知道用RUN的嘛 第二個用那個 格式化 對 你可以用Formator 也可以 所以呢 其實在Python裡面 也 同樣有兩個方法 其實應該有三種方法了 反正我們至少會有兩種就對了 一個是 真的幫你適捨無路 一個是 格式上面的適捨無路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 這邊幫我換行 因為如果同一行 看起來好像 好像不清楚 串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它幫我放到這邊來 也許再加一個什麼 評語 冒號標準 在這邊 BMI冒號 評語 冒號標準 也許讓我換行 所以第二個呢 假如我希望換行的話 要怎麼樣可以讓它換行 所以請各位 先試一下吧 先把那個 BMI的邏輯 大概 先搞懂 然後試著呢 最好 是可以自己 用自己的語言 把它打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試著在那個 Python裡面 先 完成剛剛做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 請它輸入體重 升高 算數BMI 再做邏輯判斷 OK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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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